感谢第一届的成员 第一届真的是厮杀的非常的残酷 因为优秀的歌手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且不说林有佳跟杨宗伟 在前面比赛过程当中的 每一场的惨烈厮杀 就单单是来踢馆的选手 肖敬腾就是一踢成名 金色爆炸长发 牛仔裤 黑色短靴 你能认出他就是如今华语乐坛 炙手可热的肖敬腾吗 当时的他虽然造型土刀掉渣 但一开口便寄精四作 2007年在选秀节目 超级星光大道的踢馆挑战赛上 肖敬腾以他浑厚的嗓音 和独特的摇滚风一战成名 仅仅参加了三场踢馆赛的他 就这样无可争议地哄了 在次年推出了第一张同名专辑 真正踏入歌坛 在当时 虽然只是一位刚发片的乐坛新人 在新歌发表会上 却吸引了超过上万名的观众 他的人气可见一斑 紧接着第二张专辑 王菲的大受欢迎 更是成功开拓了肖敬腾的摇滚歌手路线 出道才四年的肖敬腾 今年第二度站上台北小巨蛋开唱 爆满的票房和全场零失误 无冷场的舞台表现 再次奠定的肖敬腾 在如今华语乐坛新生代佼佼者的地位 基本上我觉得 我什么音乐都爱 我什么音乐都会做 我觉得音乐就是没有界限了 现在的肖敬腾 一方面依旧在继续着 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另一方面 他出新专辑的脚步 也未曾停过 肖敬腾在歌坛的成功之路 真的是非常另类 也很难去复制 他出现在超级星光大道 总共只有三次 可就这短短的三次曝光机会 奠定了他之后的灿烂心路 肖敬腾你怎么评价 他的声音魅力 我想肖敬腾声音最大的特色 就是一个他的高音 他的高音非常的厚实 因为歌坛很多歌手 都也很喜欢飙高音 但是有些人高音呢 是比较稍微薄的 或是轻量的高亢的 尤其我们在这个所谓的 选秀节目上面看到 他跟杨忠伟在匹配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 除了大家听到他声音 被他声音吸引之外 他唱歌的神情 是非常投入的 好像完全沉溺在 自己唱歌的氛围里头 根本不管现在 现在现场有谁 所以我认为是 他这个唱高音的 这一种力度 再加上他唱歌的神情 这相加起来 突然变成有一种魅力 那更何况 今天跟杨忠伟在PK 杨忠伟当时已经很有人气 就竟然在这个舞台上面 肖敬腾一点都不输杨忠伟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肖敬腾的命 这个运气非常非常好 他今天跟别人PK 未必可以在那个时间 可以爆发出来这么大的人气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手 我们常常说天时地利人和 感觉上各有特色 还可以一起合唱 对对 也常常会有某一个特别的机缘 叫他一炮而红 另外我们知道 这个肖敬腾跟很多音乐人都合作过 不晓得阿德老师 你又没有跟他合作过 台湾的这个音乐圈 对于肖敬腾是怎么样一个评价 最近发行的这两张专辑 我都有帮他写过乐评 然后我仔细听了他整个专辑以后 他发现说 哇 真的这个人 可能不是只是我们想象中 那么会唱歌而已 就是他在制作的音乐的概念 对自己未来音乐要走的路 他非常的清楚 从编曲 作词 作曲 他都有涉猎 就不是说我只是来操盘 选一歌来唱这样而已 所以我觉得他这方面的能量 那可能是后面可能会累积更大的爆发力 而且他写的歌 他制作的唱片 其实不会不商业 还蛮商业的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大家可以其他他的创作力 那至于是哪一首歌让我印象最深刻 其实王菲那首歌就让我蛮深刻的 就是一个人就是在飙高音 或是在引爆一些爆发力的时候 那里面居然那个声音里面有那么多颗粒 有那么多情绪在里面 他是算是少见的 其实《消失唱枪》它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低音其实也蛮漂亮的 尤其是它在一张爵士的那张专辑 里面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爵士的音乐 像Naking Code的Love 或者是什么I Love You For Sentimental Reason 等等这些歌曲 其实会发现到 如果说只是把它定位在一个所谓的摇滚歌手 似乎好像把它给看低了 那它其实还有更多更多的一个发展的可能性 还有更多更多的方向 那么可能就必须要去看这个唱片公司 或者是唱片制作人 怎么再去把它的味道 再做各方面不同的一个呈现 可能相视唱强 可能会有更多的进步 正当很多年轻的歌手 由于选秀节目累积的人气 在歌坛一步步走得顺遂的时候 有很多怀传音乐梦想的年轻人也一样的用传